Yo What's up? 欢迎回来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 今天这一集影片真的是 very 兴奋 我自己很爽很开心 也很紧张想要拍今天的影片 因为今天这一部影片 不是普通的review一些新车 因为这辆车对我来讲 它有一点意义深重 就是我阿豪 ATH的第一辆车 那我在差不多19岁还是20岁的时候 我就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辆车 那时候我们买车 没有什么上网看media 讲什么东西好 什么东西不好 我们都是完全靠自己研究 当然我买那辆车的原因是 我在十几岁的时候 中学时期非常喜欢的一款车 Proton Satria 这一辆车 它有了一个后续版本 就是Satria NIO 这个Satria NIO它的消息 刚刚出来的时候 是以一个spy shoot的形式出现 而且是在外国被拍到 一些冰天雪地的地方 那时候我就觉得 哇塞这辆车一定很够力了 如果推出 我一定要买 结果我就把它买下来了 今天我要review的这一辆车 就是我身后的这一款 Proton Satria NIO 这一辆跟我的差别就是 它是2009年的 我当年买的时候是2008年 但是我们的engine是一样的 它的engine是1600cc CAMPRO COSTON 就是那个CAMPRO也没有IAFM 也没有CPS 也没有CFE 什么都没有 就是CAMPRO罢了的 然后这一颗engine呢 就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大魔王 因为它吃油啦 maintenance又比Proton高啦 又有什么timing belt啦 所以在当时候啊 你懂2008年2009年的时候 那个车油非常贵的那个时候啦 驾这一辆车啊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的负担来的 OK我们就来讲一下 为什么我会喜欢Satria NIO这一款车 它是国产车 为什么不要去喜欢EK EG 一样短尾两门 为什么要喜欢一个Proton的车 首先是我觉得它的外形 比EK EG来的好看 当然外观这个东西是很个人的啦 我觉得这个外形呢 放在2021年的今天啦 我还是觉得很好看 我个人还是很喜欢 虽然我们可以在它的车头这边看到是没有DRL啦 没有什么LED的车灯啦 但是啊在当年 以一个4万多块的起步价 就可以买到projector headlamp了 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啊 然后这一款是没有forklamp的啦 但是我之前那一辆是有forklamp的 然后跟我一样是用了一个黑色的Proton logo 在更加早期的Satria NIO 是用那个蓝色金色的logo 我是觉得不美啦 还是黑色的logo比较好看 然后车头的这个bonnet上面有一个很多线条 有点夸张可是放在今天看起来 我还是觉得非常好看 不知道是因为信仰的关系 还是因为它真的好看 你们可以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打上来啊 你们觉得Proton Satria NIO的外观 放在2021年觉得怎么样 是好看的呢 还是啊呀马来人的车啊不好看啊 这样子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知道啊 OK我们看一下这辆车的车身侧面啊 这辆车的车身侧面呢 因为这辆是Gosong spec 所以它的这个side mirror呢是flat的 就是没有上色的啦 以前很流行这样子的 就是那些比较便宜的车款啦 side mirror不要上色啊 bumper不要上色啊 但是这个bumper那时候最低配都有上色啦 然后当然啦side mirror上面是没有 signal灯 myvi在那时候有 OKSatria NIO没有 Satria NIO的signal在fender这一边 这一辆呢是换了一个sport rim 在当时候如果你买的是跟这个一样spec啦 就是最低配的话 它其实是那个铁rim来的 哇这个taya有一点没有风了 等下我们来打风一下 不然会影响到这个驾驶体验啊 车门方面当然啦 两个门的车就是两个门啊 它的车门是非常的长啊 让我把它打开来给你们看 是一个很长的车门 而且还有一个缺点啊 就是这个satria NIO的车门呢 是没有那个卡锁的 它没有一段一段会停下来的那个step 看到吗 它整个就是可以任你开关 所以有时候你要开那个门 开一点点给它卡着 它不会卡着 它会自动给你关下去 你看好像这样子 就关起来了 屁股这边是没有车门啊 然后我上一次accident 如果你们有看过我在去年 有做过一集关于satria NIO的影片啊 我就有讲到我的车是有发生过意外啦 那时候呢就有伤到后面这一片 因为后面没有门嘛 再维修起来就特别的麻烦 而且维修了过后呢 那个完整度啊 因为是敲回去的嘛 所以它就不会很平整很平滑 那个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啦 这边有一个打油盖 非常的卡顿 toy grab 很像玩具车这样 这一辆是有装了一个R3的spoiler 是副厂的啦 fiber的已经起泡了 然后普通版的后面是没有雨哨的 没有雨刷 也不可能会有什么reverse camera啊 还是什么的 全部都没有啊 然后satria NIO呢 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啊 就是它的排气管是在正中间的 啊这辆车是有换了一个排气管啊 所以会比较大声一点点 我个人是没有这样喜欢大声的排气管 然后有一个handling by Lotus 啊这辆车的handling呢 不是开玩笑的 等一下我们试驾的时候 好好体验一下 车尾灯方面呢 全部都是乳素灯泡啊 没有一颗LED啊 ok 打开微箱 我们看一下它的后箱的空间啊 这辆satria NIO呢 它的后箱空间是非常的小 看到吗 很小的一个后箱 然后有两只这个液压顶杆 因为旧了的关系啊 这个hydraulic的压顶杆已经没有力了 然后以前这边是有一片板的 这个车主已经把这片板拿掉了啦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的interior ok 现在我们来到这辆satria NIO的interior 你一上车 你第一个感受到的就是这辆车的车门啊 超长 这样长的车门有什么问题呢 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 你们如果没有驾过两门车可能不知道 就是你的车呢 如果park在那种比较窄的parking的话 你要上下车是一个大问题啊 而且如果你车后面如果有载人的话 要上下车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啊 然后这辆satria NIO呢 虽然它是低配版本的 可是它的这个steering wheel啊 都可以调整上下steering啊 但是前后是没有办法调整 椅子方面呢satria NIO这辆车的椅子啊 我觉得它的这个包覆性都做到非常的好 从以前我就是有这种感觉了 它有一点点小market seat的感觉 就是旁边这边有吐出来啊 你在驾驶的时候corner的时候啊 它会抓着你的身体啊 好像抱着你这样啊 我觉得这个感觉很好 Produa近期的一些车款呢 也是有把椅子做这个东西 但是太软了 就是没有很好的支撑 这个satria NIO的就支撑到很好 然后因为这辆车 它是比较属于小钢炮的感觉啦 所以它是比较低趴的 所以你一上车下车 你就会直接感觉到 哇跟我们现在试驾到的很多种车款啊 感觉不太一样 是比较属于像小跑车的样子 dashboard方面呢 整个都是hard plastic 而且储物空间超级无敌少 就是你没有这边的glovebox啊 你只有这边的一个 很小很小的一个glovebox 真的是给你放手套的啊 冷气的这个操控键啊 是用这种直列竖下来的这个设计 这样子的设计是蛮好看啊 可是牺牲了很多的空间 然后旁边就有两个小洞 这两个小洞是没有什么作用啊 放东西也放不到 可以放一些卡片啊 但是会增加一些杂身哦 冷气出风口是这种圆洞设计 你觉得要怎样关闭它呢 很简单 你只是要旋转 它就可以关掉里面的那个airvan 我觉得这个巧思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plastic感真的太重了 然后我们在它的车门上面呢 是找不到那个power window switch啊 不是这辆车没有power window 这辆车有power window 它的power window啊 的操控键在handbrake的旁边 OK 为什么会在handbrake的旁边呢 我的理解啦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啦 是因为这种两门车 你上下车是比较不方便的 尤其是如果后座有载人的话 是不是要更长时间来上下车 那么如果遇到下雨天的话 在更长时间上下车 你的power window switch 如果在门上面是不是容易淋到雨 所以呢 设计在这一边呢 应该算是一个很好的设计巧思吧 但是无可避免的 就是你的整幅门 还是会被雨淋湿啦 OK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的 passenger side 一样啦 可以打开一个很长的门 然后在passenger side的这个椅子这边呢 我们会看到一个这个拉扣 这个东西 其实它的作用啊 是让你的乘客 如果要乘坐后座的话 是比较快速轻易的去后面的 就是你这样拉一下 你的椅子就会往前滑 然后你的人就可以从这边进去啊 现在我们尝试一下进去它的后座 哇 这个前座啊 刚刚是已经调整到我自己的舒服坐姿了 如果我坐来这一边的话 真的有够不舒服啊 我的脚 是没有办法的正常放好的 一定要卡亏亏这样拉 可是后座啊 我觉得坐起来 不算太差耶 还不错的 如果是跟BRZ86啊 Audi TT比起来的话 这个后座表现啊 是比较舒服的 然后我的头顶空间呢 会有一个 差不多一个拳头 一个拳头的这个距离 差不多是两条香蕉的距离啊 如果旁边有坐人 没有办法卡亏亏坐在后面的话呢 是没有大腿支撑的啦 只是屁股支撑到这边罢了 OK 当然啦 这个后座是没有什么USB插孔啦 没有什么冷气出风口啦 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在当年的起步价 4万多块的这种国产车出现啦 但是这个后座呢 旁边是有speaker动的啊 你们如果对音响有要求的话 都可以去换一下speaker啊 还是什么之类的 OK 差不多要进入那个试驾环节 因为刚刚看到这一辆Proton Satria Neo的这个 Taya是差不多要没有风了啦 幸好我今天有带一个打风神器 这个打风神器呢 是来自七零卖的这个轮胎充气泵啊 青春版啊 我不懂青春版 其实是什么意思啦 可能是用了会变年轻还是什么的 他就这样一小盒 非常的漂亮 非常感谢Desher赞助这一台机器 然后我平时是带在我的车上的 我就担心 我在试驾今天这辆车的时候 他的胎压会跟我以前 每次驾车的胎压会有不一样 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带来 可以确保他的车给我试到的轮胎的那个气压 是我平时试驾的那个汽车的那个气压level 不然的话有时候胎压太少啊 胎压太高啊 我们在驾这辆车的时候感觉就会不一样啊 那在试驾之前呢 我们就用着非常精美的这个 七零卖的这个轮胎充气泵啊 来把这辆车轮胎充一充啊 OK首先我们就把他后面的这个盖打开来 就可以拿出他的wire啦 他的wire就是非常简单 拿来堵在你的那个抽烟洞那边 这个盖子打开来 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啊可以看到吗 有这个篮球如果要加气的话的这个针它也有啊 啊我的脚车用的这一种头也是有啊 还有一个这个是什么作用啊吹气球的吧 它也是有给 所以呢这一小盒东西里面已经全部都包括了 也不需要去另外加购那些有的没的 我不知道画面里面看到吗 一镀好叻这边就显示画面了 现在我们就来把这个东西镀在它的轮胎 把这辆车的气打一打啦 OK有几个button啊这边是给你更换 我通常叻是用psi啦 那我就设定一个30psi 然后按开始它就会打风了 OK打风完成 非常感谢Desher啊赞助这一台小机器 如果你们对这一台东西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啊找到它的购买链接啦 OK风也打好了 interior exterior也通通看了 现在我们就来试驾一下这辆非常充满情怀的 Proton Satchian Neo Let's go OK现在来到试驾环节 哇这个 有一点潮 调整一下steering OK我比较喜欢把steering放低啦 哦这辆车因为是两个门的关系啦 它的B柱是比较远的 所以在绑安全带的时候叻 哦这要分到比较后面去啦 然后reverse 当然啦没有什么reverse camera 连sensor都没有啊我印象中 OK我们现在就来试驾这辆 我个人非常期待的 Proton Satria Neo 哦耶 它不是一辆很大马力的车啦 我们如果看字面上面的数据啊 这辆车1600cc TEMPRO COSTONE啦 不要什么CPS啦 好像是110hp 所以其实驾这辆车呢 不是驾动力的嘛 是驾它的right and handling 它的好玩在它的操控 还有它的排档感的那个排档的感觉啊 哇真的是很爽 这一款是一个light版本 是没有airbag driver side没有airbag passenger side也没有airbag 然后整辆车也没有什么ABS EBD 更不用讲VSC啦 但是如果当年你买的是CPS版本 或者在更早之前的high spechash line版本的话 就会有ABS 就会有airbag啦 这个就没有啦 然后驾到这个手排版的Proton Satria Neo 它的每一个换档 进档的那个档位都是 一到就是到的感觉 而不是那种很虚那种Iswara的感觉啊 这个Satria Neo 它在它的变速箱的这个档位的调教啊 哇真的是做到很好 然后这一辆是有改过这个exhaust 它的muffler是比较大声啦 所以 可能你们在看这个画面的时候 会听到有一个比较沉的bass的声音 就是它的这个muffler的声音 我个人对这种比较吵 比较大声的声音是不太喜欢啦 我还是比较喜欢像 之前我拍过那个Max Racing Myvi的那种啊 不是很吵的 这个对我来讲是有点太大声了 OK然后它的这个brake啊 因为是一辆旧车啊 在刹车的时候 感觉它的刹车力道就不是很够 是要踩蛮深 它才会把车停下来 而且它没有ABS 如果你过度的踩brake的话 又会锁轮哦 然后现在我要出一条 算比较可以驾快一点点的路 试下这辆车的动力表现啊 距离上一次驾Satria Neo是2009年 到现在2021也已经十多年了 所以我已经忘记它的动力表现啊 是怎样的了啦 哦这辆车它的 Balancing很差啊 现在才驾100就已经很抖了 整个方向盘在抖动 不是因为Engine Mounting的关系啊 是因为它的轮子的Balancing没有做好啊 OK这辆车它跟我当年驾起来的那种感觉 差不多一样就是 因为它比较低趴一点 所以它在高速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已经跑很快了 刚刚这样子啊 一条直路都已经跑 120、130了 Handling方面呢 在高速的这种比较大的转弯的时候 感觉它也是比较趴低的感觉 但是因为之前我驾过这辆车不忘掉啊 还是有一点点阴影在啊 OK 红灯 还是要靠一点退档来减速啦 因为单单只是靠刹车的话哦 我觉得它的那个刹车很紧 可是车又不太要停下来的感觉啦 这个可能是因为旧车的关系 我们不知道它的brake的condition是怎样啦 OK 这一辆Satria Neo的Interior 在行驶的时候 因为它很多这种 全部都是Hard Plastic 然后可能以前Broton的造车工艺啊 也没有很好 所以整辆车的扎声 真的是可以从四面八方传来啊 啊 但是这个车顶呢 我感觉它的车顶的这个棉啊 还是隔音什么之类的 还蛮厚的 当年4万多块就买得到一辆 车顶有这样子的隔音效果的车啊 感觉还是很划算的啦 OK 这辆Satria Neo呢 它的Signal是在左手边的啊 所以如果你们对这辆车有兴趣 然后你们又想买的话 你们就要先问一下自己 可不可以接受它的Signal 是在左手啊 因为对于这种车 最好还是玩Manual啦 Manual车的话 你又要换牙 你又要打Signal的话 你的左手会比较忙一点点啦 给我的话 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打一下Signal 就是那零点几秒的事情 然后再换档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啦 因为毕竟Signal都是比较早处的嘛 先给了Signal 才来退档 转弯 所以我觉得也不是很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有女朋友 你要牵牵手的话 啊就真的 每一台Manual车都不是那么适合啦 我记得这辆车的U车啊 它的回转半径是很大的 哎呀 真的 它的回转半径哦 U车不过了 OK 我的印象没有错 就是那种U车的时候要两次啦 好啦如果有机会给我找到价钱不贵的Satria Neo 我真的是有感觉想要去买啊 买一个回忆啦 我相信Proton它不会再做一个第三代的Satria出来了啦 所以Satria Neo很有可能就是最后的Satria了 那如果有机会可以collect一辆的话 感觉应该不错啦 现在要把这辆车加回去给车主了 如果你们有人是驾Satria Neo CPS或者R3的话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可能有机会我可以跟你们借车啦 OK今天这一集没有嘉宾 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的影片 就先到这里 也希望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要记得订阅按赞 小铃铛也要跟它度下去 你们还想要看到什么车都可以在影片下方打上来啦 OK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 by bwd6